今早的A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安踏2020 减选原因是恒指成份股当中 第二季至今以体育用品股安踏的走势再落后 主要是由于市场整体的需求疲弱 行业面临货品滞销及渠道存货即存的风险 令股价受压 瑞信相信未来几年一旦市场的情绪稳定 中国体育用品仍然会受到市场偏好 在经历今年5月大幅调整后 中国体育用品股当前的价格具有良好的风险回报 澎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安踏2023年的市盈率预料是21.5倍 较过去10年的中位数即是25.2倍为低 短期刺激因素可以留意 第一是因为疫情而延期一年举办的杭州亚运会 将会在今年假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 第二是因应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按月回落5.7%至12.7% 低过市场预期 预计内地下阶段将会继续落实各项的促进消费政策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体育用品股预料会受惠 策略上安踏短期如果能手稳在80元关 可以在该水平买入 目标上望90元区跌穿75元就适宜止舍